三尺龙泉万卷书 上天生我亦和如 不能治国安天下 网称男儿大丈夫 今天 今天我给大家说一段历史长篇胡扯八卦神话小说 关于大战孙悟空 有人要说了 你这不是胡扯八道吗 关于咋和孙悟空还能打起来呢 你是真能扯呀 您还在撇条里 俗话说 两座山不能碰到一起去 两个人啊 总有见面的时候 闲话少数 书归正传 远处只见一人坐在马上 身长大约九尺 燃长二尺 面如重枣 唇若涂枝 单凤眼 我残眉 相貌堂堂 威风凌凌 带领一行队伍 驾着马车 驾着马车是边走边唱 唱那小曲太动听了 大姑娘没来是大姑娘了 大姑娘走进了青沙 马车 我冬丑丑 我写旺旺 旗在马上 边唱着曲儿边往前走 有人就问了 这是谁啊 歌声如此优美 这位 这位可是个了不起 在家了不起的大人物 中业千秋的英雄 关羽 关羽 关二爷 有人就说了 关羽 关二爷 唱这个吗 这个 这个就属于个人兴趣爱好了 没法给你考究了 咱们不分析这点 书归正传 原来啊 关羽 奉丞相之命 押送两头 路径花果山下 可刚到花果山下 就听一阵锣鼓声响 关羽 定睛一看 哎呀妈呀 这些都是什么山猫野兽啊 咱咱嘴撩牙 浑身是猫 看上去啊 好像是猴啊 咋都长成这样呢 这地方我以前经常走动啊 啥时候出现了这么多妖魔鬼怪呀 这是穿了戏了 还是穿越了呀 这里是不是在拍西游记呀 打这么多猴呢 关羽 官也正琢磨着 只见此时 在猴群之中 走出一个毛脸 雷公嘴 尖嘴猴 满身 满身长满 长毛的猴群 好像是个领头的 只见他是头顶锅盖 身披麻袋 手握改面杖 没穿裤子 露着个大红屁股 光着大脚本 这脚大的 出了号了 脚比自己的脸啊 还能大两圈 边走 还边喊 此山 是我开 此树 是我在 要想 从这过 留下 内裤来 哎呀 妈呀 关羽这么大的人物 也是机灵打了个冷战啊 这是传说中的大脚怪呀 还是猴成精了 三分不像人 七分好像鬼呀 怎么这么吓人啊 毕竟关羽 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物 关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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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了定神 大声喊道 来者 何物 你到底是个人 还是个兽 怎么长成这样呢 还敢挡住我的去路 我到底穿没穿内裤 你知道吗 让我脱下内裤来 你有这身皮就挺优美的 你还穿啥内裤呀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我今天非抓住你 扒光你生生的毛 让你来个全裸 你信不信 这宽儿也 也喜欢耍瓶嘴 只见这好精 真是七个不服 八个不分 大喊一声 你个鬼死 你给我少废话 抓紧给我脱下内裤来 没看到小太爷 还光着屁股吗 你不把内裤给我留下 今天 我要不给你打出屎来 算你昨天拉得干净 这话也说出口 可把关于关也气坏了 真是勃然大怒 心想我曾过五关 斩六将 我曾过五关 也没见过如此猖恐之徒 有所财的 有所命的 今儿倒好 还遇到个墙内裤的 真是太羞辱人了 想想我堂堂 汉寿挺好 我这猴能让你这猴 下主不成 我管你什么 我管你什么妖魔鬼怪 要打得让你献出原形 今天 非请祝你 把你送动物园不可 尽管如此 可观而言的是什么人物 那是经历过 那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 什么战斗场面没见过 没经过 虽然急眼 但是要稳住心神 只见官二爷 不慌不慌不忙下马 在马背刀鞘中 抽出一把明晃晃的修脚刀 在面前晃了三晃 摇了三摇 几道 几道汉宫射出 真是让人看了 不狠而立 特别是这刀 反发着这骨味 这一晃啊 差点没把自己心晕 有人要问了 这官二爷 这是要干嘛呀 是要大战之前 修修脚吗 干嘛 这可是关于官二爷 压手的病人 名为 蜿蜒 削纸 修脚刀 一般 他不使用 有人说了 你别瞎扯了 官宇不是青龙厌月刀吗 咋还用上修脚刀做病人呢 净瞎扯 不管是青龙厌月刀 还是修脚刀 官二爷 那用刀是专业的 可这青龙厌月刀 是马上的长兵器 只适合在马上作战使用 现在是要陆战 长兵器 施展不灵活 就要用短兵器 所以啊 官二爷 就拿出了这把蜿蜒 削纸 修脚刀 一般的修脚刀 都很小 可这修脚刀 是平日官宇 刘备 张飞 修脚专用刀 这些人 都是什么人 都是历史上的大人物 这大人物 人大 脚大 这修脚刀 比咱们平日建的 砍到 还大一号 你们可别小瞧 这修脚刀 这修脚刀 乃是用上古 玄铁 断道而成 挖个脚趾 抠个鸡眼 那是不费 摧毁之力 关羽 刘备 张飞 交情莫逆 生死之交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三人共享此修脚刀 这一把刀 交叉使用 这个刀 也有了灵气 不应该说是灵气 而是脚气 吸收了三位脚气净化呀 特别是张飞用过以后 就像在毒药水里浸泡过一样 现在的修脚刀 都含有剧毒 别让沾着碰着 只要你哀上 不管你哪个部位 那是非得脚气不可 就是近距离靠近你 这股味 你都受不了 你若不信 只要用这刀 削个苹果吃 咬一口 苹果 你牙都得脚气 就这样 有时候诸葛丞相 还偷着用他修指甲呢 诸葛丞相是神闻 那可是至圣啊 被评为最聪明的人 特也用过此刀 这刀也吸收了 诸葛丞相的智慧精华 所以啊 这刀有一定的灵性了呀 可不是普通的修脚刀 故而被称为 蛙眼 削指 的神刀 说到这里呀 那猴心看关羽 关二爷 默默唧唧的 这猴可急眼了 也不管三七二十几了 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啊 轮着赶面杖 冲着光二爷扑了过来 光二爷一看这架势 拎着他那修脚刀 也要冲了上来 这两位 就交上手了 打都在一起 关羽 关二爷 那可是经历过大战役的人 受过高人的指点 明家的传授 单掌开杯 鸡石如粉 金钟赵铁不山 十三太保的横链 十八班兵刃是样样精通啊 双臂一摇 能有百斤的力气 这可是高手中的高手 高高手啊 可行家生生手 便知有没有 尽管这关羽 十分了得 叫他攻杀战手 排兵布阵 那是不费摧毁之力 可是让他与猴动 这还是头一次 这两位打都在一起 那叫一个好看啊 真是上山虎 遇到了下山虎 云中龙 遇到了雾中龙 这一摇猴也不是擅长 轮起改变战 是双臂其欧 呼呼挂风 这风里 都透着一股 好骚气 真是顶风骚出 八百里 可把官二爷给熏坏了 直呛鼻子 拉眼睛啊 官二爷一边捂着鼻子 以防骚气轻入 一边挥舞着 修脚道 是斗在一起 边打 边行死 这位怎么比我这修脚道 位还大呢 他到底是谁呢 不仅内心感慨 真是一代更比一代浪 一浪操过另一浪啊 就这二位大的 开始还能看清一朝一世 后来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是越来越快 直接形成一团白雾 斗的是飞沙祖师 一时间炒面 好不混乱啊 只见两条人影 在沙石中 疼 跳 闪耀 都来 棍网 生死相搏 斗在一起 那叫一个精彩啊 打了几百回合 不分胜负 这家伙 还边打边嗷嗷之叫唤 你个滚水 打你个滚水 打死你个滚水 这把官二爷 这把官二爷气得是哇哇乱叫 脸更红了 有人就问了 这和官二爷交手的到底是谁啊 是谁 他就是将来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花果山美猴王孙悟空 小人就会说了 孙悟空那么大本领 居然打不过官二爷 还轮着赶面杖和官二爷打 你这 他就叫他妈瞎扯扯蛋啊 这点 你别抬杠 今天咱们说的就是长篇胡扯八卦神话小说 关羽大战 孙悟空 而且这时候的孙悟空 是还没拜菩提祖师学艺时候的孙悟空 是孙悟空 小时候 你们也别瞧着赶面杖 那也是一件神兵啊 讲起这赶面杖 也是有来历的 当年大雨治水 三过家门 而不入 大雨王他媳妇 名叫女娇 女娇 不知道大家伙熟悉吗 那是中国上古神话中 下族的十足神 那也是十分了得呀 女娇 就是拿着这个赶面杖 在家做个油饼 做个面条 盼望着大雨 能回家吃上一顿 所以孙悟空是先学会了女娇的赶面杖 而后才大闹龙公 得了大雨王治水测量江海深浅的定海神针铁 也就是那如意筋铁铛铛铛鼻 那都是有渊源的 也不全是胡足八成 也有一定的依据 大鱼秩序的尺子都那么牛逼 他媳妇的改面杖 那也不含糊 做个面试呀 报个局啥的 那都不在话下 虽然比不了后来的如意金箍棒 现在的震动棒 可也是一件上手的神兵啊 说到这里呀 可能这猴子 刚吃完饺子 这改面杖轮起来 还吃掉渣 撒着面墨子呢 搞得官语官二爷 满脸都是 眼看大红脸 要变小白脸了 这还不算 这猴子 是上面叫着声 下面放着屁 一股股灼气 在下面剽气 官二爷 一砸鼻子 一闻味 还萝卜味 就知道这猴子的水平 高低了 一闻就知道 是个穷猴子 难怪穷的都没穿内裤呢 要抢我内裤 一股清淡萝卜的穷酸味 再说 这饺子馅 它也没调好啊 你多少放点牛肉啊 这也太清淡了 放点牛肉多精到 营养成费也高 萝卜蟹的吃多了 放屁不说 也没口感啊 这官二爷啊 还是个吃货 这心也是够大的 都什么时候了 这战斗之时啊 还有心思琢磨 分析这事 这也真是 一高人胆大呀 虽然如此 也是把官二爷 寻得云头转向 可官二爷啊 还是略战上风啊 这猴经 现在是个小淘气 还不行 还没成气 虽然有神力 但是一时半会儿 提不过官二爷 将来这猴子 可不含糊 败在菩提祖师 没下 他那师父 法力了得呀 那法术 大的没个边儿了 包罗万象 无所不能 几年下来 菩提祖师 是真心喜欢这猴子 老师是真教我 这徒弟 是真不学呀 这猴子是偷奸耍花 几年下来 狗屁不会 学了个 不在二百五之上 也不在二百五之下 简直就是个 二百五 那有人会问我 你这么诋毁随悟 随悟空吗 如果不是这样 怎么可能会被压在山下 压了五百年 长话短说 输归正传 再打斗下去 就几千回合了 这下 可把官员也挤坏了 这猴精 怎么这么厉害 实在没办法了 官员也摆开了 一字长蛇镇 二龙出水镇 天地三财镇 四门斗底镇 五虎群阳镇 六丁六甲镇 七星北斗镇 八门金锁镇 九子连环镇 十面埋伏镇 可还是没有困住这猴 这猴 是越战越勇 面不改色 心不挑 没有半点气喘 半点纰漏 可官员也快扛不住了 虽然官员也厉害 他毕竟是个人啊 和他斗的 可是个豪精啊 这豪精他不知道累啊 累得官员也 皮蛙病脚 热汗直流 这都打了几千回合了 再这样下去 今天这内裤 看样子 非让人家给扒走不可了 官员也也是实在没招了 只有使用暗器 这时候官员也 一摸百宝囊 带尖的 带尖的 带钩的 带刀的 带额门针的 都 丢了出去 只见那摇号 躲散腾挪 一一避开 那个灵活劲 就本体了 官员一看 这些居然都不好使 到底该怎么办呢 看似有点慌神了 打来打去 打到最后 实在没办法了 声形转动 跳出圈外 大喊一声 停 住手 在豪敬也跳出圈外 提着 改面杖 四处张望 问道 你想怎样 只见 官员也 这么大的 英雄 这么 大 人物 居然把那 蜿蜒 削脚 修脚到 旁边 一丢 把裤腰带 一紧 看这架势 是要脱裤子 人输 看到此情此景 周围 将士羞辱难党 有些将士呀 甚至含着眼泪 有些呀 愤愤不平 咬牙切齿 但是又惧怕 此猴身上这股 骚气 不敢靠近 怕一靠近 就被熏死 熏不死 也未必是死猴的对手 此时只见 对面猴子队伍里面 那是摇旗呐喊 各个神采一役 一个个透露出一股傲气 那股兴奋静啊 就别提了 是嗷嗷直叫 连蹦外跳 两处啊 是截然不同的画面 事发突然 就连在豪金 也没有想到会突然这样 哎呀 这个得意 心里这个美 心想 他这一内裤一图啊 往我面前一地 我这一穿 这事就算完成了 也终于有条内裤了 不用整天光着露着大红屁股 到处溜达巡山了 不然出趟山啊 都不容易 越想 心里越美啊 他在得意的 一步步靠近 关羽 关二爷 一心想着 去拿内裤 可就当这是 要靠近 关羽 关二爷的时候 谁也没有想到 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关二爷 早已把裤腰带 剁成了扣 等着豪金 靠近之时 蹭他不背 往他脖子上一套 这下 豪金可玩完了 真是僵尸老的辣呀 屁还是驴的香啊 结果这一瞬 一勒着脖儿 这下猴子可没本领了 丢下杆面杖 是转身就要跑 这时 关二爷施展陆地 飞腾法 追了上去 这一跑 裤子呀 还要往下掉 用这腰带呀 拴猴脖子上 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提着裤子 运用12个字的跑字功 搜 搜 搜搜 三晃两晃 就来到猴子 跟前 此评书 乃是YY娱乐 ID26385 张家明 编写 名为 关羽 大战 随悟空 凡是喜欢的朋友们 请帮转发 如果 点击转发量过高 我将继续 在编写 续集 在此 感谢大家 何王 张家明 每天晚上 九点直播 唯唯 唯唯 ID26 385 请不吝点赞